雨停了,独辣的烈日又开始覆灭人间,但前不压正,人们总能找到一处阴凉,等红灯的行人排成一台待在天桥下的阴影里,炎热,总有一种把人聚集在一起的力量,绿阴便是抵御这种力量的最大法宝,人们在绿阴的庇护下,躲过烈日的照射,人民公园是继绿阴鱼一体之大成者,因此这里聚集了很多前来休憩的人, 一人一条长椅,倘若不同,但都依然自乐,颇有大诗人留安田而无私,但而无虑,以天为干,以地为鱼,刺石为马,阴阳为玉,成云灵霄,玉造话剧,上游于逍遥之也,下游于无银之门,还反于无极的异境,最天然的环境,最绿色的空调,凉风擦身而过,这一字流心中,在共享经济快速发生, 发展的今天,人民公园的长椅,俨然就是免费的共享床位,可为人们躺作息,中午时分,公园里有人叫上,也显得极为安静,让很多休息的人,可以好好享受这段时光。 天气热的时候,穿口气都觉得空气太烫,很多人选择待在家里,一边吹着空调,一边吃着西瓜,其实融入到自然,感受自然的美丽,更能让人心旷神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